我覺得華裔是不是天要往英國 怎麼會出現這種領導人 女王離開之後什麼事都變 兩個原因 你想想看 現在一個首相面對的 英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的財政問題 他的經濟問題 他的能源問題 這就是英國當前的當務之急 那你選了這個首相 他一輩子對這三個行業完全不懂 他以前只有幹過什麼 教育單位等等 然後他幹過 外交部長 也不到一年他也不懂 他被拉波羅夫修理說 你當外交部長 連這個波羅地亞三小國 不是在黑海旁邊都不曉得 哇這丟臉啊 他真的完全不懂 那他以前比較懂的是什麼 兒童教育 那另外就是他幹過 很短的半年的財政部的秘書 結果因為表現不好 被一個前面的女首相 就把他換掉了 因為他老是在內部的會議裡面講一些人家被人家笑的話 什麼叫公債他都不懂 結果他現在推出個減稅法案 他覺得說 財企爾夫人一上來就減稅法案 那我就比照來個減稅法案 我也可以成為財企爾夫人 怎麼會失去啊 對不對 再來他找的那個財政大臣喔 學歷很高 他是劍橋大學博士 不過他的劍橋大學博士 是歷史學博士 哎唷 他一輩子沒有幹過 跟這個財經有關係的事 有的話幹的很差 你就歷史學博士當財政部長 哎對啊 然後一戲就讓英國回到了1929 哎呀對對對 你蠻會皺紋的 他幹過什麼 幹過這個 波羅斯江省的能源大臣 英國能源亂成一團 對不對 所以他幹過那個脫歐的這個大臣 脫成一塌糊塗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人喔 不是他學問不好 他就不是那個行業的嘛 就像我們台灣找個 不懂感染科的牙醫 去當衛生部長 一曲同工之妙 所以說什麼 疫苗好壞都分不清楚 疫苗的製造的原理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才會覺得高端疫苗是很棒很棒的 不曉得高端疫苗的技術是 美國人都不要的 次等級的 不是次世代喔 次等級的技術 他拿來像寶貝一樣 然後要台灣人去打 你看現在日本人都不承認你的效率了 因為他效率比AZ都還要差 AZ都要退出市場 你高端還好意思在市場混嗎 所以英國就是有這種非專業 不要說非專業 你至少要懂一點吧 或聽懂的人話 你要弄那個機會 你至少要把英國安英堂總裁找來 兄弟 我看不懂帳 你幫我看一看 哪邊有問題 這總該做了 他不是叫他的財政部長 兩個人沆瀣一氣 你去看財席的婦人怎麼減 我們就怎麼減 真的是這樣幹的啊 財席的婦人是哪一年啊 你記不記得 就這樣幹啊 那弄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你減稅不是不可以 那好第二問題來了 那你的財政赤字會擴大 怎麼解決 發公債 好那你發公債量為什麼要發這麼大 因為我減稅規模這麼大 那這麼大的以後 你是不知道 現在英國的公債市場 已經因為美國提升利率 英國的公債價格在大幅下滑 那你在下滑的過程裡面 你再加大供應量 踹他一腳 這個是車禍不踹他一腳 對不對 所以英國的公債就崩盤 英國公債崩盤的時候 那大家賣掉英國的公債 第一個想到就是 會把賣英國公債的錢去買英國股票嗎 不會嘛 所有持英國股票跟著丟嘛 丟了以後趕快換美元嘛對不對 這是個正常的金融操作 你不懂嗎 那你還歷史學博士 不然搞笑嗎 所以我是覺得 比如說你那個明明 你這個心臟有問題 沒問題 我就掛個耳鼻優科的博士 來看我的心臟 我也不是說你學問不好 會不會看錯了對不對 總該看對科嘛 我不否認耳鼻優科也許會看心臟 可是如果心臟很嚴重的話 你找耳鼻優科也稍微怪 而且還不是找耳鼻優科 還找牙科 甚至不是找到牙科 找瘦醫 我老天爺 這個差距太大了吧 所以英國就這樣子搞出來的 他也不跟你講道理 下令跟我搞超超超財氣人物人的 減稅計畫 那好 這兩天碰鼻子 怪怪的怎麼樣 退縮 他又不是全部退縮 退一點點 退一點點而已啊 所以這樣一搞的話 他完全沒有替代方案 說我英國該怎麼樣走入正軌 我英國的能源價格該怎麼控制 他只想到說 我用減稅用補貸的方式 讓大家的電力價格負擔不要太重 買票可以啦 可是問題是你問題還是沒解決啊 如果你現在有財政很健全喔 這個金庫一大堆喔 那你外匯存底一大堆 我也沒話講啊 比如中國大陸外匯存底拿出來三兆 他當然可以大啦啦召開二十大對不對 日本你別看日本喔 他的外匯存底一兆啊 我們台灣至少還有五六千億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有點財政赤字沒關係 就是你只要龐大的外匯準備 你有財政赤字是可以忍受的 只要財政赤字不衝垮我的外匯存底 你英國沒有什麼外匯存底嘛 那你當然會被人家修理 那現在什麼 這個英國的什麼銀行有沒有 英格蘭銀行跑出來說 英國公債得我無限制收購 當然可以止住英國公債的那種 義和團的瘋狂拋售嘛 可是人家問了第二個問題來了 你是用英鎊跟我買英國的公債 那你有沒有美元可以給我換回去啊 照常照碟啊對不對 一定是一樣 只是碟市會比較趨緩而已嘛 那你利息又拉高了 利息拉高的話 惡性循環 老百姓生活更困難 企業更沒有辦法投資 企業投資總該跟銀行借錢嘛 他會算一算說 我現在利率這麼高 那我投資是不是少一點 那或者利率這麼高 我要找到更大更高獲利的投資的項目 我才敢投資 對啊 然後所以這裡就看到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李嘉誠賠了很多錢 他把中國大陸房地產賣掉 他賺了賺翻掉了 那因為他趁著中國大陸經濟改革 改革開放他賺了點錢 他就拋掉了 我早就跟中國大陸講啊 不要相信李嘉誠 你偏偏不相信 胡搞瞎搞 然後賣掉以後 他想一想說 哪裡可以投資 投資英國 投資英國發電廠基礎設施 聽說猛在拋售 恭喜李嘉誠 賀喜李嘉誠 你終於賠了不少錢 因為都買了很多英國的公債 我跟你講我們台灣也買了不少 台灣也有很多 我們台灣包括很多的保險公司 全部卡在這一波的 英國的政府公債 美國的政府公債 因為美國政府公債利息上升 公債價格就下跌 一跌的時候就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未實現損失 因為你還沒賣掉 可是你價格已經跌了 比如說我們買了公債 英國公債跟美國公債說100塊買進了 結果現在利息上升了 公債價格就下跌 然後已經跌到80塊了 70塊了 60塊了 那請問你 這個損失的部分 要不要馬上 累在未實現損失 未實現損益 對 那如果累在未實現損益的話 我台灣的保險公司 就會強大虧損 這強大的虧損 就會造成我的股本被清除掉了 我要辦法辦檢視 或者不辦檢視 我要辦增視 才能夠合符那個巴塞協定的一個 資本氏足利的規定 或者我宣佈破產清償 這一路下來就很慘 而且跟各位講喔 台灣不是只有爆章出現的那一家保險公司有問題 每一家都有問題 所以現在有台灣的一個龍頭保險公司 我沒有講哪一家龍頭保險公司 就跑去跟政管來講 可不可以那未實現損失 不要在帳上出現 不要出現在財報裡 不要出現在財報 所以我就沒有虧損 沒有虧損都在這邊隱藏性虧損 隱藏性虧損的話 我就不用扣掉我的股本 那我就不用剪資也不用增資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帳上操作 那我們就慢慢等 終有一天它還會回來 這樣一來的話 就要我要做資產重分裂 本來過去債券部分 虧損的部分馬上要掛帳 就把它列為更長期投資 這是違背國際保險類的會計準則 那會發生什麼事 不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以後這個股票趕快賣 跟這個相關的股票 跟受險相關的是不是 平秀琳在暗示的東西 儘管你要查 我是說跟相關它就是現在的確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一波的這個經濟 其實你剛剛說被英國的這個操作 全世界的金融其實都受到影響 不是只有英國嗎 台灣的保險公司 如果依照會計準則掛帳 很多家要增資增不出來的 那就可能就會產生台灣的金融危機 台灣的金融危機 因為台灣的受險公司的規模 比台灣的銀行規模還要大 所以台灣的金融危機有可能是發生從受險公司開始 不是從銀行開始 而且這種所謂的重新調帳 就重新做帳 做假帳 是有金管會帶頭的 金管會做裝大家一起做假帳 對 暫且不管過外的對不對 如果哪一天這個有什麼巴塞爾協定要來查你的話 這個理由再說啊 現在嘛沒空管你 先把眼前的危機先解決再說 合理的 合理的